对于众多币圈韭菜来说,他们的一举一动,都在庄稼的预测之内,甚至早已经被庄稼提前策划,安排妥当,币价涨时,韭菜们的嬉笑在庄稼预料之内,币价跌时,韭菜们的语无伦次,也是庄稼的一不齐,在庄稼眼中,做庄很好玩,要有耐心,不能心急。 更要将全局掌控在手桌,什么时候上交易所,什么时候早是打广告,什么时候把拖拉出来,什么时候让币价涨或跌,不用一年,行情好,几个月就能挣百十万。 在美日经济新闻记者以项目投资方名义进行咨询时,一位庄庄者表示,操盘,广告合同,上交易所磕韭菜,是庄庄必不可少的要素,被套进加密货币陷阱的投资者,不仅担心随时可能被庄稼套牢,还担心自己的币可能不翼而飞。 而那些做着薄羊毛,提宝时间美梦的羊毛党,最终可能一步步沦为庄家的韭菜,刀组和娱乐的角色经常以为,庄家,韭菜,羊毛党,描绘了币圈最大灾难下的众生像。 操盘银粉,前期的糖果就是后期的韭菜在某币交流群中,多微造势的某币信心的韭菜正在焦急的等待币家的上涨,他们手中的虚拟币已经被套得牢牢的,庄家倒是没有跑路。 但是币家跌成这样与跑路,带来的损失差别不大。 正在这时,有人在群内说,项目方做事就好,做的破发99.5%,这种做法也是没谁了。 这是一位名叫李扬的做装者,目前处于手头有项目,在拉人做新项目的阶段,做装者混迹在各大小币圈之内,一边观摩加密货币的态势,一边找寻新项目的合伙人。 前期的启动资金需要大家一起凑,三个月没收益,原价回购币,钱原路退回,稳赚不赔。 李扬对美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,做装很累,要有耐心,性自开极不适合做装,而做装的资金需求量则是币种的大小而定,小币几万到十几万元。 钱越多,收益越大,大便要求更高,在做装者眼中,操盘,广告和托,上交易所割韭菜,是做装必不可少的三要素,他们不怕麻烦不怕累,毕竟赚钱不容易。 李扬对记者表示,在成立新项目之初,需要招许多拖来炒币价,这些拖有的是做装者自己的小号或者亲朋好友,有的是花钱请的外邦人员,还要有必不可少的空头糖果送羊毛,每天就是拉人,免费发糖果,祖群。 不过,羊毛党的币和糖果,不用你,小装甲发合收,还有大装甲,小装甲只负责拉人和上交易所,后卖私募的币,而且,装甲会获得额外送的币,只要努力工作就行。 据记者了解到,糖果就是新项目的加密货币,是项目方免费发给注册用户的加密货币,这个必须有,也是吸引粉丝买币人的方式。 当然,这也会吸引一群羊毛党,在做装甲看来,这个花费并不高,以一个人资源钱为力,一万人才四万元,如果拉到一万人,至少有几百人会买币。 只要有几个人买币,就能覆盖羊毛成本。 前期的糖果就是后期的韭菜,韭菜就是广告费,我们稳定币价,他们就会拉台,前期币派发给很多人。 币价稳定涨,后期人越来越多,在集中造势,吸引更多人买盘,还有传销模式,更稳赚,传销模式就是赐木。 去记者了解,加密货币分销分为基石轮、天使轮及四木,一层币一层价高,一层币一层人数多,最后吸引攒户进来,一起割韭菜。 一个币出现,基石最便宜,假如是0.1元的话,天使轮最少是0.5元,到四木旧的1元到2元,层层分销。 然后在上交易所集中拉伤,上了交易所,好戏就开始上演了。 花钱上交易所,开启收合韭菜模式在李扬眼中,交易所并不是随便上的,因为上交易所需要花钱。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李扬那里了解到,有一些小的交易所花钱上,可能几万元,一些更小的几千元或者免费,大多的20万元。 牛市的时候,一百万元,如果稍小的交易所,发展慢一些,可以先打基础,多上一些,利用小交易所造名声。 吸引一部分粉丝之后,再上大的交易所,价格再提升一个档次,然后半年一年之后,在行情好时,一次上一个大的交易所。 各种造势高起来,十几天就能赚几年的钱。 做庄都是安月,季度,年收益的,季度和年收益更高。 庄家都是长期操作,需要见识和早识。 李扬对记者表示,一般来讲,季度和年收益更高,因此做庄不能兴计,而上了交易所,好戏才刚刚开始。 具体的收割韭菜,的方法需要看大事,也需要见识,大盘市长,做庄者就借识吹,吸引人来追,让币家长起来,要比大盘长得凶,只要涨价,做庄者就会派发卖一部分筹码。 一点一点的卖,排发出去的这部分筹码,是通过预发的方式,分给项目的内部人。 预发是为了给项目早期活动经费,去记者了解,分了预发币的人,初期都投钱进项目了,预发币主要做各种活动和商交易,其实就是类似股份,都投钱,一起做盘赚钱,而虚拟币的数量都是有规定的。 这个不能造假,区块浏览器都可以查,制作庄者表述,现在的币除了BTC,都是域挖了,矿机挖的都是Po的,现在币Po活不了,PoC值得还可以,但是,即使是数量有限的币,也可以从中操作进行收割。 另一样对记者表示,有的交易所会把客户的币拿来早盘,最后收不上来,就说被黑客攻击丢币。 记者了解到,预挖的币,也是最高价字幕级别的币,就是为了在币价高的时候卖给韭菜,因为预挖币很便宜,只要卖出去就是转。 其中,还存在更大的猫腻,币价的操控,一方面是情绪控制,另一方面是币价,可以在小贩币内拨动。 对于情绪控制方面,大盘涨,币价也涨,这个时候各种拖出现在群里,各种利好也出现,早适就完成,在此期间广告也要打,拉伸,出货,拉得高一点,找人来接盘。 接完了,高位震道,继续抛,割完韭菜,跌跌不休,偶有反弹,也是为了套人。 在李扬的言语中,充满了对于割韭菜的自豪和期待,在这个阶段,可以小范围控制币价,高位卖,低位再卖回来。 李扬从不惧怕被人举报,因为做装者们风行的宗旨是不跑路,不骗人。 对于那些跑路的项目,李扬的言语中,充满了鄙视和厌恶,项目方做事就好,做的破发99.5%。 这种做法也是没谁了,羊毛党与庄家的博弈,谁是刀族谁是宇宙,有庄家的地方就有羊毛,羊毛党也顺势而生。 他们在各大小虚拟币项目中,一边注册的糖果,一边要试课防法被庄家的装套住,庄家发的糖果免费只拟币,对于庄家来说是一笔必须的投资。 没有这些糖果就吸引不到粉丝。 记者注意到,被吸引的粉丝中,有一部分是真实玩家,也有一部分是专门还要加密货币项目方羊毛的羊毛党。 这些羊毛党混迹在各个新旧加密货币项目群中,胆子小的支离免费的糖果,在微商交易所前卖给其他玩家,免费糖果虽然少,但是耐不住耗的项目多,他们的信仰是不击溃不无以至心理,胆子大的就低价收购加密货币。 只要上了交易所就狂跑,现在加入某某T社区,获得最高10万加XXT奖励。 第一次空投时,一人送600XXT,现在只能送100了,大家珍惜。 接着,是一个注册链接甩上来。 对于羊毛党来说,这种消息对他们有莫大的吸引力,空投和糖果是他们的主要赚钱来源。 记者了解到,在微商交易所前,羊毛党可以在QQ群或者群中将他们注册免费拿到的虚拟币直接卖给收购包。 不过这种做法收益甚为,只能靠不断的露心羊毛来抬高收益。 在微商交易所前,小羊毛党可以通过支付宝银行卡转账的方式进行交易,以使虚拟币能够流通。 但是这种方式存在很大的风险,很可能被有心人骗取钱财。 还有一部分羊毛党不仅自己注册拿虚拟币,号召身边的朋友帮自己注册,在初期还收购赶小羊毛党的加密货币,成为炒币者。 在吸引到足够的人和资金支撑加密货币上交易所后,就狂抛出其低价收来的加密货币。 但是,也有一部分羊毛党在这期间被成功洗脑,成为一个真实的玩家。 在二级市场收购加密货币,做着币价上天的美梦,殊不知螳螂五柴黄雀在后,他们一步步走进庄稼设置的陷阱内,庄稼早已经模块了到等待收割。 羊毛党想不到的是,不论是初期他们收购的低价加密货币,还是后期追找收购的高价加密货币,其中都有庄稼的身影。 在羊毛党中间一直有一个传闻,有个羊毛投资当初搞了一大堆账号,录到了几百万元,弄到的钱直接提了一辆宝石节。 那是不可能的,羊毛党有个人控制,不会让一个人录太多。 我们是全手工单独打开发币,一个电脑就一个地址,你感觉一个人能搞多少电脑,一个人弄几十个QQ几十个地址也很麻烦的,也就录几百元,他们嫌麻烦。 这件事被李扬否认了,记者发现,为了能够更好的录羊毛,羊毛党们自发,建立了各种币圈录羊毛群,每天分享新旧羊毛项目,做着成为币圈导族的美梦。 当然,在这些群里也潜伏了众多项目方和装甲,他们利用羊毛党贪扫便宜心理,广撒网来捕获羊毛党,最终将这些羊毛党变成为格子韭菜。 我是个小宅户,已经亏了四十万元了,我希望涨,最近没有抄底,我小姐套,我是可怜的小韭菜,可是大家都没信心了,都是杂谈的,怎么涨啊? 一个币圈真实玩家该看到,在币圈里从不缺乏一夜暴富的梦想,然而更多的情况,是刀猪与鱼肉的经常性换位。 项目团队,各路大V,交易所,装甲,或购萌,或谷歌,身后揭秘币圈做装猛力的十八百五亿,关注天生金融,自非南斯可获取。 每日经济新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